Hello,大家好,我是瑶竹 我今天啊,看着天气还不错 虽然有点下雨 准备呢,去看几个房子 看着玩 因为呢,这个房子呢 它就是之前跟大家说过 怎么拍卖啊,怎么买房啊 我给大家来录一下,好好介绍一下 走,出发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啊 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平米数呢 地有683平 据说里面有三个卧室 我们去看看吧 这个呢,是60年代的老房子 虽然重新装修了一下呢 但是看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简陋 我们去另外一个房间看一下吧 这里呢,也是另外一间卧室 可以放一个小的单人床柜子和写字台 我们现在去主人套看一下吧 就在前面 这个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套 里面有衣柜,还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 这边可以放一个床,还有一个柜子 这个房子啊,要下下周才拍卖 不如我们去拍卖现场看看其他房子的拍卖情况吧 看来现在新西兰拍卖的市场并不太好 已经到时间了,却只来了这么多人 其中呢,还有一些是中介自己的人 今天拍的房子啊,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处 它的土地面积呢,有733平米 上面有一个房子并不大 所以呢,这一栋房子它是有分割潜力的 也就是说,把这个房子分割之后 再在土地上盖房,然后再售出 这是一种不错的投资的方法 拍卖的开价起价是70万 但是呢,现场都没有人往上加价 后来呢,看似有一对像印度的夫妇 他们加到了75万 然后就没有人再往上加价了 如果75万能买下这房子 也真的是太划算了 当然我说的是新西兰员 后来呢,他们就叫进去 开始商量价格 据说价格商量到了80多万 肯定屋主还是没有同意 所以说现在新西兰的价格啊 也是有市无价呀 好